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465集 地魔北界 凌岳国 武陵山 整个凌岳国内,第一高手,半只脚踏入问鼎的武陵山天台老人 此刻,他正盘膝坐在武陵山之地,吸收太阴之力,静静地吐纳 烧请之后,天台老人睁开双眼,其目光平静,看向虚无,缓缓地说道 老夫天台见过使者大人 虚无中啊,一道紫影闪烁而出 王林神色如常,向天台老人一抱拳,说道 打扰了 天台老人深吸口气,摇头道 是老夫鲁莽才对 多日前,若非老夫不守规矩,进入了通天塔万里之内 经了那不屈之寿,想必使者大人收服此寿会更容易一些 无妨 王林面色平静,看了天台老人一眼 此人的修为啊,依然到了闻道之际 这一步对于任何一个应变后期的修士来说 均都是至关重要,生与死的选择 昭文道,惜死已 使者大人既不是来寻老夫闯入之责 那么来找我这个半只脚踏入棺材的老家伙 又有何事呢 天台老人眼皮微微笼下,沉声道 王林看向远处,放缓说道 这地形各有妖兽聚集之地 天台老人呢,目光一凝 沉吟少雪,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手中多出一枚玉剑 说道 妖兽聚集之地,死兴有三处 全在这遇见之内 使者大人一望便知 结果遇见 王林神时一早 冲天台老人一点头 二话不说,脚下一踏 直接化作残影,消失在了原地 天台老人看了一眼 王林消失之处 重新闭上了双眼 口中喃喃自语道 死子眉间,酝酿杀鸡 此行怕是为杀而去 这一路上,希望莫要有人招惹于他 地形北界,百万里匆忙之山内 聚集妖兽无数 有相当于问鼎的荒兽存在 此地更是地形各个宗派弟子试炼之处 但中兴位置三十万里内 却是被称之为禁区 不能轻易踏入 王林手中欲捡一收 放入储物袋内 锁定方向 右手在身前虚空一滑 顿时啊,其身体数丈之内 立刻荧光挥舞而起 荧光中啊,王林双脚向前踏出 一步,两步,三步,好似登天梯一般 他一连踏出十步 十步啊,依然是他此刻能承受的顺移极限 十步之后,王林目光一声 整个人顿时疑惑 在这一刻啊,他的身影好似由一画十一般 剧烈地闪烁起来 最终啊,但听奔雷之声 默然乍响 声响过后,原地却是再无人意 地形北界 晴空之下 此刻忽然出现大量银芒 碧波无云的天际 此刻也突然有了异变 但见一片片鱼林般的波纹 无声无息间出现 四下扩散而走 三息之后 在其鱼林波纹的中心位置 四眼的银芒突然之间闪耀而出 这一刻,此银芒的光亮甚至可以与太阳相亢 好似在天空中出现了一金一银两轮交扬一般 银芒之中啊 王林的身影一脚踏出 他面色有些苍白 现身之后呼吸略重 一拍楚带 拿出一枚丹药服下后 才渐渐好转 随着他的出现 银芒缓缓消失 天际之上的异变 也慢慢的恢复了云阳 王林没有停顿 直接化作一道紫红 直奔前方百万里 匆忙之山 在他的前方啊 大地的颜色不再是土黄 而是有一层散发着蓝芒的幽光 一根高耸入云的巨大石碑被人以大法力插在了地面上 在旗上 以血红的颜色刻下了数个充满煞气的大字 地魔北界 这四个大字啊 透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几乎扑面而来 在四周形成一股浓浓的怪风 呼啸中连绵不绝 王林站在这巨大的石碑之下 抬头静静看了许久 在这石碑之后啊 一片薄薄的雾气略作遮盖 但却并不阻碍视线 仔细看去 亦或者神石一扫 便可看到其内究竟 那是一片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一直延伸至深处 地面上没有道路 只有厚厚的树叶堆积 以及腐烂的味道弥漫 除了这些 其内一片安静 没有任何声息 尽管是在白天 和一股森森的阴寒之感 仍然不断地从此地 扩散而出 四下弥漫 王林仔细地看了许久 沉默之后 抬起脚步 向前踏去 杀戮先决 要在杀戮之中 体会此神通的玄妙之处 近日 我便在这地魔北界 开始修行 这杀戮先决 就在这时 忽然 远处天边 树道剑光 破空呼啸而来 这些剑光中 各个颜色鲜艳 其内更是传出 阵阵饱满的法力波动 显然均都是 修为不弱之人 大师兄 我们到了 剑光尚未来临 便有声音回答 王林的脚步啊 定位因任何人的出现 而有半点的停顿 他看都没看 身后天边剑光一眼 直接踏入进了 地魔北界之内 身子消失在了 那一片薄薄的雾气之中 他身影消失不久 那刻着地魔北界的石碑之下 便有树道剑光落地 化作五人 这五人三男两女 衣着显然分成两方 一个个均都是衣着鲜艳 相貌俊美 灵气逼人 大师兄 我刚才好似看到 有一人进入了此地 二女中啊 一个身穿红色纱裙 嘴角带有一颗美人质的少女 轻声说道 这女子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其修为 却是达到了结丹后期 三男中啊 有一男子 此人相貌堂堂 年纪中旬 一身清白双色长衫 头发背一根青丝带束着 在其背后啊 还背着一把古朴的长剑 他听闻少女之话 微微一笑 说道 此地本就不是什么禁地 不少门派之人都会来此历练 看见有人进入 有什么好奇怪的 等一会儿师伯他们来了 咱们一同进入 所欲一切修饰 定然会分分必让 不用放在心上 就是 伯雄所在门派 乃是我天运行上数一数二的大罗剑宗 即便是天运宗的弟子遇到 若是实力太低 也会立刻避开 更不用提 这个地心之上的小门小派了 三男中 另外一人 此人看起来年纪约二十七八 身穿一席阑珊 此刻笑着奉承道 至于其他一男一女 则均都是沉默不语 没有说话 甚至其中那女子目光看向其余三人时 还有一丝仇恨闪过 尤其是面对那郭姓志 这女子眼中之恨毫不掩饰 这女子的相貌 在二女中算是最佳 她身穿白色纱裙 腰间用水蓝丝软烟螺 继承一个淡雅的蝴蝶结 墨色的绣发上 轻轻挽起 斜插着一只威灵簪 肌肤晶莹如玉 为师粉淡 若非眉目间的仇恨 此女的风姿将更添几分 那郭姓男子微微一笑 丝毫不在意这女子的目光 轻声温和地说道 千秦姑娘 你放心就是 那要经过 我会给你留下一个 足够你带回师门 那个叫做千秦的女子 敲脸带煞 盯着郭姓之人 憨声道 以大罗建宗的名望 没想到也会使用这等卑鄙手段 我千秦真是瞎了眼睛 错看了你 郭姓男子摇头 说道 天才地宝 若有机缘 人人均可得知 这要经过 我师叔有大用 你请我来为你助阵 我自然要报给师门知晓 光临在这地魔北界内 身影如电 急驰而走 他眼中此刻闪烁寒芒 大罗建宗 哼 有趣 正好可以探寻一下周一前辈的踪迹 就是不知 这个什么药金果 却又是何物 地魔北界石碑之下 三柱相后 但间远处天边剧烈的破空之声呼啸而来 三道长虹好似三把利剑 以万钧之势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石碑之下 欺人之旁 阵阵轰隆隆的声响之中 一股气浪拔地而起 向四周宣泄开来 吹得五人除了那郭姓男子之外 纷纷退开数十帐外 一个个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惧怕之色 气浪过后 那巨大的石碑之下 露出三人的深意 这三人呢 均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一身黑衣之下 显示出一股浓浓的剑气 在这三人背后 均都背着一把古朴的宝剑 阵阵剑威 从旗上扩散而出 这三人的修为啊 除了其中一个是华神后妻之外 其余二人均都是应变初期 郭姓男子看到三人的瞬间 立刻心神一阵 连忙弯腰 恭敬地说道 六代弟子郭行义 参见师叔 他所败之人啊 正是三个老者中 那个唯一的一个华神修士 在郭行义的脸上啊 其神态极为尊敬 那化身期的老者 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郭行义 出来见过两位剑阁长老 说着呀 他退到一旁 向郭行义使了个眼色 郭行义连忙单膝跪地 一笔刚才更加恭敬的姿态 说道 弟子参见长老 这两个应变初期的老者呀 一高一矮 高个老者 猎一点头说道 起来说话 那药金谷是你发现的 郭行义连忙起身 指了一下 站在十多帐外 始终一语不发 眼带冷意的女子 千金 说道 哦 此女是晚辈好友 那药金谷 便是她师门发现 可惜 有妖兽守护 以其门派之力 无法获得 恰逢晚辈路过此地 便答应 与其一同牵去 那两个应变初期的老者 二人相互看了一页 矮个之人忽然说道 你娃娃 你看到的那个药金谷 更有多少果实 先秦本不愿说话 但此刻 在对方那好似闪电一般的目光下 不得不低声道 您有百丽左右 百丽 那个老者 双眼之中 漠然间爆发出一丝金光 沉声道 百丽要金谷 其守护的妖兽 定然极为强大 你师门的力量 可以找到此物倒也不简单 前秦没有说话 但站在他身边的一个 身穿白衣的男子 却是愤愤地说道 我们师门 费尽辛苦 牺牲了数个长辈 这才知晓此地有药金果 你大罗见宗 数个 前秦呢 眉头一皱 低喝道 那男子一脸气愤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把头一匹 不再说话 博行义此刻犹豫了一下 恭敬地说道 张老大人 先秦是晚辈好友 此番得到药金果后 可否给他一粒 那高个老准 闻言哈哈一笑 说道 呵呵呵 若是找到 给他一粒便是 带路 先秦暗滩 内心颇为复杂 此刻 这路啊 他必须要带 否则的话将会连累师门 以大罗见宗的霸道 一切反抗之力 都将被彻底抹杀 更何况 仅仅眼前这两个大罗见宗的长老 其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就要比他所在师门的大长老 要强大无数倍 与大罗见宗相比 他的师门就好似萤火一般 如何敢反抗 郭行义 亡我那么相信你 仙秦内心苦涩 回头恶毒的看了郭行义一眼 银牙一咬 当先走入这地魔北界之内 在他的身后 那与之同门的白衣男子 一脸阴沉的跟在后面 大罗见宗一行人 走进了这地魔北界 融入那薄薄的雾气之中 渐渐失去了身影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命》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